好,那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之前讲 就说你欧盟既然理事本条约通过了之后 已经正式的确立 你要往更什么 一个国家整合的方向来前进了 那接下来呢 刚才老师讲 既然每个人都很计较的话呢 那你计较的源头 老师刚才讲了 你有没有缴税啊 对不对 那缴税了以后呢 接下来就显现在什么 国家拿到 或者说每个国家 还有欧盟 他拿到多少税金之后呢 他什么 他编列预算啊 因为我收到那么多税金以后 我要编列往后的什么 支出啊 对不对 这就叫预算嘛 国家预算 那在欧盟这个地方 有欧盟的预算 同学注意看啊 他一编 他不是编一年哦 他编到2020 对不对 编列他的预算 那除此之外 同学注意看啊 自从欧债危机之后呢 每一个国 之前 每一个会员国 自己编自己的国家预算 对不对啊 那但是都出问题了 对不对啊 出欧债危机嘛 然后里面有几个欧租嘛 对不对啊 那所以呢 欧盟的补救办法 先不说别国好了 使用欧元的这些会员国 因为大家注意看啊 欧盟什么 有28个会员国 但现在有17个 是用欧元的 对不对 那现在先不要求28个国家 要求这17个国家呢 你编列出来的 下一个年度的预算呢 你要先给什么 给欧盟看看 那特别是那些欧 因为举一来讲 你财务状况好的 给欧盟看看 就是形势意义 只有形势意义嘛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编的很好啦 你也不会乱花嘛 对不对 收支和支 收入和支出 都是一个平衡状况 所以他也没什么好讲的 关键就是在处理 这些欧租国家 所以你的这个预算 编列出来以后呢 不仅要给我 形势上给我欧盟看看啊 我这个欧盟执委会呢 先要什么 帮你彻底算一遍 算清楚了 不能让你乱编数字啊 算清楚了以后什么 觉得可以了 才什么 支持你的政府 接受这个什么 预算的编列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也就什么 我们之前提到过 欧债危机之后 欧盟法院的权力 也增加了 也就是说 在执行这个 预算的过程中 如果法院警觉到 或者说欧盟 整个组织警觉到 你这个国家 在执行预算方面呢 又有搞一些什么 巧门 或者是又想胡搞 瞎搞的话呢 那欧盟法院 可以先助进你 这个什么 派员 就像我们现在查 查汇选啊 或者是 查这个什么 贿赂啊 什么的 可以派检察官什么 或者说法官什么 这些警察什么 先住进你这个国家 什么 来监督你的这个执行 以防什么 又有重大的危机出现啊 所以欧盟在这方面 展现了他的强势 来什么 终结危机 所以同学注意到 这个情况 所以往后的这个预算呢 就不是你单一会员国家 说了算 因为同学注意看 欧盟变得这么强势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欧盟发展到今天 当然很多学者批评 欧盟说 哎呀 你就是错误连连嘛 你就是 有问题了嘛 但是老师的看法 倒并不必然 因为你往一个国家方向发展 你要让这么多会员国 陆陆续续把他国家相关的权利 通通交给你欧盟 同学注意看啊 老师一直提醒大家的 我把我的国家的权利 是借给你哦 同学切记哦 我借给你的是我这个国家权利的什么 使用权哦 我没有把我的国家主权交出去哦 我只是把我国家主权里面 某几大项的使用权什么 交给你哦 借给你哦 所以同学注意哦 欧盟的会员国是可以退出的 那当然你退出后果自负嘛 对不对 所以希腊什么这些 嘴巴说说我要退出 但是还是不敢退啊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这个欧盟呢 他现在手中抓的这些权利呢 其实现阶段为止 因为你毕竟还不是一个国家嘛 你是往一个国家方向过度迈进 有进有退啊 毕竟会有挫折会有挫败嘛 对不对 那可能遇到挫败的时候 有些国家就要退出来啊 对不对啊 所以现在呢 交出去的是什么 我这个国家主权某几大项 还没有全部 某几大项的主权的使用权 我借给你了 所以同学切记哦 没有送给你哦 没有什么 断掉自己的权利哦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他是可以退出的啊 那当然老师刚也已经讲了 退出来你遭受的一切的问题 你要自己承担 好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那好 那老师刚才还没说完一点 就是什么 欧盟在这个 虽然有很多学者批评他们 但是老师基本上建议大家观察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他既然要往一个国家方向走 即便有欧债危机 对不对啊 那欧债危机因素很多 纯旧预算的另一个层面来 因为欧债嘛 这个欧元这个货币出了问题 大家这么批判 那批判的过程中呢 大家就在什么 说你欧盟这里不对 那里不对 其实最归根结底的就是什么 会员国呢 别的不说好了 最起码这17个国家呢 用欧元的这些国家呢 他把他自己国家的货币政策的权力 借出去了 货币政策的什么 使用权借出去了 但是呢 在预算方面呢 就还是握在自己手里啊 举例来讲好了 大家注意看啊 你把货币交出去了以后呢 我们国内局来讲要处理危机或者是经济 即便不是危机情况之下 你要什么 处理你的预算 或者是你这国家的经济形势的时候呢 特别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 如果我们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不仅我们政府 全世界 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的政府 采取的一个什么 货币政策方面的 那一个招数呢 基本上同学会常常听到什么 哎 好多国家什么 为了要达到他的出口目的 他会做什么一个政策上的宣誓呢 出口导向的国家嘛 面对经济不景气 外国市场可能陆陆续续 竞争力增加 或者是外国需求降低 那政府都会采取什么措施 来鼓励出口啊 让我们的产品在国外有竞争力啊 显现在货币方面 非常好 汇率怎样啊 变值 变低 对非常好 也就是我们通俗同学们所熟知的什么 新台币贬值嘛 对不对 新台币贬值让我们的货品出口什么 物美价廉啊 有竞争力啊 对不对 那这个哪一个政府都会用啊 但是同学注意看 欧元区的国家的政府的这一套 这一个政策他就没办法用了 因为什么 欧元是不是贬值 不是会员国说了算 看到没有 是欧盟说了算 对不对 所以你这国家经济形势 如果说以前的话呢 你觉得稍微出口一不如意了 你就哇贬值 那但是这个权力现在你没有了 那好 那你这国家的什么啊 国民所得各方面可能就 往下走了以后 对不对 那老百姓什么 可能缴的税就变低了 那变成说你的预算的 你的收入 政府的收入减少啊 看到没有 所以货币政策和预算什么啊 预算当然归在财政这边嘛 就等于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隶属在不同的单位来负责啦 货币归欧盟 财政归会员国 所以变成说会员国里面什么 可以使用来处理自己国家的经济相关议题的手段什么 变少啦 对不对 那你欧元举例来讲 你罗马尼亚或者是刚才讲的克罗埃西亚 可能你国内经济情势不好 对不对 当然不能举他们 举这个德国和波兰好了 这个区隔 都用欧元嘛 对不对 那德国什么 我出口旺盛的很啊 对不对 我出口旺盛的很 我赚大钱 欧元壁值高 我出口又旺盛 我赚那么多欧元 我乐得要命啊 那波兰可能觉得 波兰或者是西班牙受不了啦 我扛不住啦 对不对 我出口受挫啊 因为什么 特别是西班牙 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 你就没什么竞争力嘛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希望 你的货币能够降低 贬值啊 让你的西班牙的东西出去 物美价廉啊 对不对 那但是问题对不起 欧元什么啊 降不降 不是你西班牙这个弱国说了算啊 德国可以在欧盟里面强势运作啊 对不对 你西班牙没这个能耐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什么 变成什么 欧元对于西班牙的农产品的出口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 变成什么 西班牙的农产品在国际粮农市场上什么 都太贵了嘛 人家都不买啊 对不对 那这样子恶性循环造成什么 西班牙的外汇收入减少 那可能国民就业有些什么 相对的什么 就少了嘛 那同学想看 同学切记啊 你们很多年轻的年轻人全世界都一样 很多年轻人走上街头骂政府 不创造就业机会什么什么的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政府比我们都还害怕 都还担忧我们没有工作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我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就没有缴税 就没税可缴啊 那政府没税可收啊 懂我这个意思吗 所以什么 在工作方面 我们和政府的关系 其实不是对立的哦 是应该是要合作来创造工作机会的哦 因为什么 是利益共同体啊 我们没有工作 我们不缴税 政府没有税收 他什么 他没有钱来运作政府啊 对不对 也没有政府来 也没有钱来推动各项政策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所以欧盟现在面临的问题呢 特别是欧元区国家 在财政方面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老实敢讲的 你货币的权利什么 货币政策的权利 你借给欧盟了 但是你的财政政策呢 握在手里 但是你要运作 增加你这个财政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什么 工具就是调节你这国家的货币的升值 或者是贬值的这一个东西呢 你却没有了 所以造成很多欧元区 有一些经济不好的国家呢 他的情况就更严重嘛 对不对 那所以变成什么 同一看来没有 欧盟里面强势的国家 他在这方面他还是不让步啊 对不对 那当然不让步 并不是表示说他们都是坏蛋 不让步当然除了他自己赚的多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另外一点就是 他整体要对抗什么 举例来讲 美元 人民币 日元 这种种的国际货币的波动啊 如果这个权力他不抓在手里的话 他怎么 他就没办法什么 集中权力来对外面这些强势货币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就是为什么老师讲的 国际关系的处理是非常的两难 非常复杂的 你这边看起来他好像是大坏蛋 但是那边呢 他又为了欧盟整个的福利什么 在打拼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所以欧盟今天什么 在财政和货币 那当然同学会讲了 那这个问题难道欧盟没看到吗 看到了 这就是老师讲的嘛 他要迈向往一个国家方向发展呢 陆陆续续也要会员国慢慢的什么 把他的国家相当多的主权 一项加一项的使用权交给欧盟来运作嘛 但是不是每一个会员国家的老百姓都有这个大格局啊 对于国际之间的竞争都理解啊 对不对 那国内呢 那会员国国内的什么 不管是执政党也好 或者是国家领导人也好 又都是透过选举产生的啊 所以他对内部他又必须妥协啊 所以变成什么 甲心领干了 上面欧盟对我施压 那这边呢 我的老百姓又对我施压 看到没有 所以现在就是等于说 我还在过渡这个阶段 如何让欧盟所有的老百姓理解到国际之间的竞争是怎么回事 那当然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嘛 所以老师并不必然认知说欧盟的整合就要完蛋了 而是认知什么 他就是一个过渡嘛 要让所有欧盟的老百姓能够理解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 你即便是理解了 同学看到没有 即便是理解了国际关系是怎么运作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哦 你在因应这个国际挑战的时候呢 有些老百姓的权益 对不起你就是被牺牲 只是说有些实力比较强的国家呢 你被牺牲了呢 国家可以透过什么 赚来更多的什么 外汇也好 或更多的税收呢 可以拨一笔钱来补贴你 那当然相对弱势的国家呢 这些被牺牲的老百姓呢 有可能完全没没办法得到补贴 有可能得到的补贴 是相对少很多的 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 那但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 有人的地方就有强者就有弱者 对不对 所以什么 在西方文明主导的国际关系之下 还是什么 巴尔文的进化论 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 所以同学注意啊 那回到你们身上什么 要想办法让自己不是什么 掉到弱者的那一个 那一组去啊 对不对 这是很现实的啊 国际之间的竞争就是什么 强者什么 基本上是什么 全拿到哦 只是说现在尽力的什么 大家理解到强者全拿呢 造成的撒伤力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不敢说所有的人都是强者嘛 对不对 强者毕竟还是少数啊 那你让所有的资源让强者全拿 优胜劣败 啊 那就 什么都没有 那他全拿 那也会出问题的 对不对 因为优胜者毕竟是什么 少数嘛 那下面不仅是 不一定非是败了 非优胜组 这一组的人啊 其实是大多数啊 如果你完全不重视他们的权益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发展到极致 就是上 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啊 席卷全球啊 不是吗 或者是每一个国家内部都曾发生过的农民革命啊 资本家不需要革命啊 因为他全拿 他乐的不得了 他还革什么命啊 懂我意思吧 好 讲到这里呢 什么不清楚的 但是同学注意啊 不要说 大家都是想说 都骂资本家 或者是都骂那些肥猫 或者是 什么男性的名词都往他们身上加 他们都是大坏蛋 要求政府想尽办法什么 加富人税啊 什么的 这也不合理 为什么这么讲 同学注意看 资本家他资源或者是生产要处啊 什么握在手里 真的是握得比较多 的同时 同学注意看 他毕竟也提供了什么工作机会啊 所以对于政府 对于欧盟来讲 其实什么 为什么你们看全世界的政府 他在一定程度上 他和资本家妥协 就是什么 资本家协助他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就是老师讲的 政府比我们更怕我们没有工作啊 因为我们没有工作 我们没有收入之外 我们也没有能力缴税啊 这就恶性循环了 那我们不缴税 政府没有收 政府也没有收入啦 那他也没有办法运作这个国家啦 他甚至也没有钱来补贴那些弱势啦 看到没有 政府本身什么钱都没有的啊 完全要靠我们缴税啊 东老师的意思吗 要吗 良性循环 工作机会很多 大家也赚了好多钱 然后也很高兴的缴了很多税 也不逃漏税啦 那政府也很高兴啊 他赚了很多钱啊 他拿了很多税收啊 然后他就可以做一道对社会福利啦 看到没有 一边是良性循环 一边是恶性循环 所以同学千万 不要以为政府和我们在工作权这方面是对立的啊 其实政府和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啊 东老师的意思吗 好 讲到这里 你们什么不清楚的 会有意见 好 我们把欧盟的这个重要的发展的一些阶段呢 介绍了以后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 那欧盟谁在做决策啊 这么复杂 因为这可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啊 第一个什么 把很多国家陆陆续续透过什么 新的组织的创造 把它整合起来 因为我们说 他们历史上 亚历山大大帝 或者是近代的拿破仑 希特勒 想用武力的方式 一统江山嘛 那但是都没有这个能力啊 所以今天换了一个别的办法 就是透过制度的设计 经贸相关的合作 慢慢整合成一个单一国家 那这种努力呢 这就是老师常讲的 很多学者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批评欧盟 但是老师倒并不从批判的角度 当然他有问题 他一定有问题 但是老师倒并不从批判的角度来看 就是因为什么 他这个发展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欧盟成立到今天 还没有百年啊 对不对 我们说要形塑一个民族 形塑一个新的国家 这个过程绝对不是 一路长红啊 他往往有的时候什么 往前走三步 可能往后退两步啊 那仅仅进了一小步而已啊 甚至有的时候走三步退四步啊 都有这个可能嘛 大慢累积啊 那关键线来了 就是说你欧盟到底想要建构成怎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同学注意啊 欧盟从成立以来到今天 基本上分为两大方向嘛 一个方向就是德法 还有欧洲大陆为主要的国家 积极推动什么 要建构单一国家 就是丘吉尔讲的欧洲合众国 那但是另一个方向呢 反倒是以英国为主 他一天到晚的质疑欧盟整合 不断的唱衰欧盟整合 但是他又要在里面拿好处啊 这所谓的疑欧派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两大派 那疑欧派就不用讲了 他没有提出一个整体的蓝图嘛 因为他每天在那边唱衰啊 对不对 那好 那这个愿意发展成单一国家 欧洲大陆的这个德国啊 法国啊什么的 同学注意看 里面很重要的什么 就说大家要问啊 那你说你要建立单一国家 那这个国家的性质 是要怎么样啊 因为你既然要成立国家 那权力运作该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所以同学注意到 那当然对他们来讲 就是建构什么 联邦制的国家 对于这个整合这一派啊 那所谓联邦制的国家是怎么样呢 他这个权力的安排啊 因为我们既然建构一个国家 我们里面就要行政立法司法 什么这些 这些要怎么安排啊 联邦制你不用讲得太细 他一个什么 最简单的原则 或者是我们说 哎呀欧盟你看 不是说又有什么经济啊 共同外交安全啊 共同市场啊 什么这些 很多权力都往欧盟这个方向 中央方向集中啊 好刚刚同学讲说 像美国一样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很习惯的 好像以美国为 为马首四瞻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当然现在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 的确在欧盟里面 有一些学者是在讨论说 哎呀那我们是不是要建构 美国式的什么 制度 那这个显现在议会 因为美国的议会是两院制嘛 对不对 欧盟现在议会 还是议院制啊 所以他议会方面呢 我们是不是要 也是弄个上下两院 那但是就行 整体的权利你刚才讲的是 立法权方面 行政立法司法 那在行政方面呢 其实你刚才也点到一点 刚才这个同学有多少 老师也有提了一点 就是什么 其实联邦制呢 我们讲的非常宽广 就是说有全国一致性职责 什么归中央 有地方特色 因为欧盟若成立成一个单一国家的话 有很多地方有他一些 他自有的一些特色 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的话呢 那就什么 归地方所有 那好 举例来讲 教育 可能什么 有些地方就是什么 以他的地方的那个为主 来规划 教育的相关的政策 那但是 财政 那就不用说了 国防 外交 这些什么 绝对归中央 绝对归欧盟 那你地方呢 就有地方性质的 那就归你局来讲 交通 可能什么 有一些地方权利要下放给他 因为有些很奇奇怪怪的地形啊 对不对 那但是交通 基本上大部分的权利还是在中央哦 所以同学注意到 这个情况 那联邦另一个 邦联就一个字对调 局来讲 邦联字现在大概最有名的 大家都想到瑞士 对不对 就是说瑞士呢 的中央政府不是说完全没有权利 只是说他有的权利呢 大概就是对外什么 一个代表性质而已 大部分的权利都是在各省的手里 因为他毕竟是从三个国家整合过来的 我们说德国 意大利 法国 各化一块地方给什么 瑞士 对不对 所以瑞士的实权是掌控在各省的省长手里 所以瑞士的国家领导人呢 是由首长组成的委员会 来轮流担任 委员会里面就是省长 各省省长组成的 所以由他们轮流担任 所以其实中央基本上 对内对外大概就是一个礼仪性质的 对内呢 实权握在这些各个省长手里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好 那欧盟呢 他觉得那我们就是要建构一个联邦制 所以同学注意看他不只是觉得 这就是李斯本条约什么 强势往这个方向推动嘛 对不对 那当然因为在这个宪法这方面的公投失败嘛 也不能全然说失败 因为荷兰和法国没有过了以后 就停顿了 就没有再往下推动了 就修改了 那但是里面做的一个最大的让步 同学看到没有 原来欧盟的这个宪法草案里面呢 这个元首会议呢 就直接由什么 里面选出一个人 他就是什么 欧盟的总统 对内对外是什么 唯一的什么合法代表 最高的领导人 那但是因为什么 就是荷兰和法国公投时候没过 那德国呢 也只好他非常务实的做了让步 理解到可能在那个时间点 对于很多欧盟国家来讲呢 这还是很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 所以呢 元首会议继续保留 那只是说什么 选出来一个代表 他什么 也常常的什么 代表欧盟局来讲 在这个联合国开会的时候 派他去 那当然执行委员会 主席 还有欧盟的什么 外交 最外最高的对外代表 这你看这么一大长串 其实就是外交部长 但是因为那个宪法的公投没过 所以只好做妥协 搞得那么一大长串 就是最高的什么 对外的外交代表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好 那我们来看 那这个元首会议呢 那顾名思义 当然是会员国的什么 元首都参加 还有什么欧盟执委会 因为欧盟的执委会 就相当于我们的行政院长 负责实际的什么 政务的推动 还有 还有什么 这28个国家 谁呢 国家元首 或者是什么 政府首长 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这么复杂呢 就是因为有些国家的什么 政府的元首还是皇室 对不对 有些国家呢 虽然有皇室 但是皇室又是 不是实权人物 而是什么 他的手下 或者他的总理 才是实权人物 举例来讲 英国 英国的政府首长 就是他的首相 是卡梅隆 所以不是英国女王 来参加这个会议 而是什么 卡梅隆来参加 那当然这元首就很清楚啦 这直接民选的局来讲 那当然局来讲 那德国的总统也不参加 德国的总理 梅克尔 他是总理 他不是总统 所以德国的总统 也不是实权人物 也是对外什么 只是一个礼仪代表 所以回应你刚才讲说 哎呀美国啊 同学注意看 美国是不是什么 我们常讲 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但是美国实质上 是行政权独大的一个国家哦 美国总统的权力 是非常大的 懂老师的意思吗 国防外交 什么财政 他一把抓 所以同学注意看 美国是资本主义 经济方面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国家 但是在政治方面 当然他也 他也是联邦制的国家 但是 哦大家说他三权分立 但是同学注意看 美国其实什么 行政权独大哦 那当然现阶段什么 大家会说欧巴马是一个弱势的总统 所以他被什么 美国议会牵的鼻子走 那当然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是因为什么 你在选举的时候 美国民主党没有占领 占据什么 众议院的绝大多数嘛 所以你推动法案什么 推动不过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 如果推动不过总统要翻盘是可以的 只是说为了内部的政治稳定 总统不轻易用他这个翻盘的权利吗 对不对 美国总统是有这个权利的哦 只是说他也不敢轻易用 为了内部的政治稳定 要不然国内动荡 大碗大家内部权力斗争 对不对 所以同学应该有印象嘛 美国是不是在前年呢 前年是不是内部权力斗争到什么 在议会里面斗到什么 美国共和党对付民主党的办法就是什么 我预算 你编列的预算我不同意啊 同学注意看啊 所谓议会民主国家 对于行政权要制衡除了法案的通过与不通过之外 最致命的一招就是什么 预算通不通过 因为预算不通过 下半年政府就没有钱 可以动 不能动用钱啊 就算有税收钱放在那边用看的 不能用 看到没有 美国是不是同学应该有印象吧 去年前年吧 前年美国冬天的时候 美国政府什么 放无薪假 这下可乐了 公务员不用上班 因为你上班也没薪水发给你啊 看到没有 所以当时对于美国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的一点就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 美国人这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社会什么 他为了成就他的经济成长 他鼓励大家消费 所以你没有赚那么多钱 但是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 你钱从哪来 他说老师我不是用偷的哦 那什么 银行非常大方的什么 把钱 拿给你花 看到没有 所以恶性循环啊 同学看到没有 所以一旦他们没收入银行这边又不给你钱的时候 他马上破产 看到没有 很多美国人是什么 今天赚的钱 今天用完 明天就没了 那有些是今天没赚钱都还花钱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他的危机马上出来哦 所以让大家很震撼 就是美国做一个世界强国 他为什么 可以这样的往下崩跌的这种规模 这么吓人啊 所以议会民主 这种权力的安排啊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 每一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啊 那回到欧盟这边来 刚才讲金融危机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回到我们这一堂课一开始的 文明的背景 同学注意看啊 大概面对经济危机 或者说我们挺过了这一波的危机 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到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 接下来的欧债风暴 其实同学注意看 能够挺过来的 不管是国家也好 个人也好 同学注意看 从文明背景来看 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挺过来了 关键在哪里 我们儒家文明啊 影响区 我们没有出问题 但是我们的顾客垮了 我们是出口导向的国家嘛 对不对 我们的顾客垮了 那欧盟这边呢 有些国家垮了 但是有些国家没垮了 那当然 接下来又是欧债危机 又更冲击欧盟这边 那但是还是有些国家挺过来了 那这些国家就是 你注意看 它的文明背景就是什么 它不是旧教 它不是天主教 但是它是新教 基督教国家 影响了这些国家 就是说它的信徒是以信仰 基督教的教义比较多的国家 和我们儒家文明影响了这些国家呢 大家什么 挺过这些危机了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挺过 你从我们个人的品德操守 或者是怎么样 你可不可以说说看呢 我们个人的品德操守受制于我们的文化背景的影响 对不对 我们这个文化背景里面有什么东西使得我们必须要有这些操守 我们被认识是比较什么正面意涵的年轻人也好 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 好那老师再提醒一下 你有没有存款啊 好那这意味着什么 你为什么不全花光 对非常好 那当然强教除序 没钱也没得除序啊 对不对 所以大前提 儒家文明和新教文明 一个对于人的一个大前提 重视的就是什么 第一受教育 勤劳 节俭 那当然写现在钞票上 你当然就是要有储蓄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哦 儒家文明非常重视教育 对不对 同学不要忘了 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边 大家对爸在联考 好像骂了爸半天 其实什么 新教文明影响区 更重视 所以同学注意看 他们重视到有些家族什么 所有家族成员 你都必须什么 要念某一个大学 最好的大学 要不然什么 你使得家族蒙羞啊 什么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更厉害的 不是像我们想的 这个好像只有我们 哇很辛苦 要考大专业考什么的 没有的 那我们现在在里面变成什么 全台湾最难的一件事 是不是就是考不上大学啊 对不对 就是为了回应你们 还有你们父母的抱怨嘛 对不对 不断的广设大学 对不对 就变成什么 考不上大学 变成全台湾最难的一件事啊 对不对 就恶性循环 又回到你们身上啊 同学想想看 当每个人都有的东西 那个东西会不会变成 不重要 当每个人都有高学历的时候 那个学历 当然知识还是很重要 但是那个学历 就不再是什么 百分之百的保障嘛 所以大家又要找 其他的竞争点啊 所以是不是搞得 大家更圆扬马翻啊 是不是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同学注意哦 新教文化影响区 那对于知识的追求 那是更 也是非常重视的 那当然 你对知识的重视 教育的重视呢 显现在什么 知识经济时代 那是不是就刚好 衔接上了嘛 对不对 知识经济的时代 你如果没有知识的话 那糟糕啊 你怎么有竞争力啊 对不对 那刚巧 你就是很重视教育 你就是很重视知识的追寻嘛 对不对 所以各种的危机 特别是老师刚讲的 1997年以来的金融风暴 一直杀到今天 同学注意看嘛 儒家文明闯过去了 即便也有正 有些国家也有阵痛 但是闯过去了 新教文明影响区 也闯过去了 那其他的什么 就被打下来了 看到没有 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 那你的优 建构在教育之上的话 是比较合理的嘛 不是建构在血统之上嘛 对不对 所以算是一大进步了嘛 即便还是有人不满意 但是走到今天已经是 教育 让大家受教育的机会 尽量什么 增加嘛 对不对 其实同学注意看 欧盟 欧洲国家 别的不说好了 女性啊 这女性主义者 最喜欢批判的 女性 同学注意看哦 大概是什么 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什么才有受教育 所谓的进大学的机会哦 那当然到二十世界大战之后 就陆陆续续增加了 因为一次世界大战 大概知识还是掌握在男性的手里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工业革命之后 握有知识的人 你是不是才比较有什么 所谓的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 你才归到优这一边呢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或有一间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啊 这个元首会议呢 这边提到啊 最高决策 那当然他这个最高决策 不会决策很细节的事情 就是大方向 由他们来做决定啊 这边也提到大政方针啊 特别是对外关系 那同学注意看啊 对外关系同学注意哦 不要只是传统的认为哦 只是安全或政治面哦 这个外交基本上 现在大概全世界很多重点 已经纳入什么 把经济纳在里面 所以变成什么 国家领导人 或者是欧盟的这个什么 最高决策机构 你也有义务 要帮欧盟的什么 产业什么 在海外行销 所以你们注意看 欧盟现在不仅是 执委会主席啊 或者是会员国元首 中国访问 甚至你们注意看 有的时候 那个欧盟的什么 元首会议的什么 总裁也跟了一起去 对不对 那当然新的总裁是波兰 波兰前首相 再前新的 上一个就是 比利时的前总 前首总理嘛 那现在新新的是波兰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同意看到没有 就是也因为 你现在有义务 要帮我们整个 欧盟的出口打拼 所以你们注意看 他们这三巨头 出访 到处去找商机 那当然他们出访的时候 同意注意看 一定是也带了什么 欧盟这些大的产业 一起出访 所以你们注意看 现在全世界 大概基本上 现在都是这个趋势 就是国家领导人 出国访问的时候 身边陪的 当然除了安全人员 还是一定要有之外 你们注意看 大概都是什么 很多他们国家内部 重要产业的负责人 也跟着一起去什么 到海外去抢商机 那老师同意会讲 那老师中小企业呢 因为中小企业的规模 在国际社会上呢 有竞争力的不多 对不对 但是什么 在这 这就是老师刚才讲的 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 对不对 那但是老师刚才提到 优的呢 毕竟是什么 或者是说强大的产业 或资本家 毕竟是少数嘛 那政府扶植他们 那我们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就 我们就把政府痛骂 说这是官商勾结 对不对 拼了命的要抓元凶 同意注意看 那正面意涵呢 政府和大的产业合作 政府协助大的产业 在国际市场上抢商机 倒过头来什么 因为他有钱可赚 在内部他必须要增加工作机会嘛 对不对 让什么 所谓其他的中的 或者是下的 有工作机会啊 对不对 那同样的国家领导人 或者是欧盟这些 这个元首会议里面的相关的 负责的这个 这些领导人呢 他出访的时候什么 他也带这些大企业 那你这些大企业呢 创造了相关的商机 或者说你创造了相关的利润以后呢 你要交给欧盟啊 欧盟这时候拿到这些钱什么 才来补助什么 相对中 所谓的中小企业的相关的补助款 不就来了吗 对不对 所以同样老师建议大家注意啊 当然肥猫是 是有负面意涵在于什么 他的什么 收入是不成比例的过高 那这是不对的 那但是呢 同学也不要把所有的资本家什么 都打成坏人 因为他还是有他的贡献的 就是说他创造了工作机会 那但是呢 同学注意看啊 那也必须要有相关的法规什么 规范让资本家手中可握有的资源什么 也不能失控 也就是说国家所有的资源 也不能掌控在一两个资本家手里 那这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就等于说资本家和什么 劳方彼此之间 其实并不必然要对立 可以是一个和谐的关系 那以德国和欧盟的案例来看呢 这个时候 因为和谐并不必然产生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欧盟或者是德国 或者是北欧一些国家 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政府就扮演了一个什么 两兆之间的一个平衡者的角色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不要以为自己 安若就是都是资本家害的 资本家有资本家正面的意涵 但是你劳方这边 也不要说一天到晚在那边耍悲情 想要坑杀资本家 逼的政府什么 一定要制定什么 妇人什么 妇人税呀什么的 其实同学注意看 合理的妇人税是可以接受 但是过度 这所谓的过度 同学注意看 特别是每次选举到了以后 什么 因为广大的什么 所谓的非资本家的人口数 还是比较多嘛 在他们施加压力之下呢 可能以法国为例嘛 很清楚 你的妇人税就是磕的太高啊 对不对 局来讲 老师不是提过吗 你赚一百欧元 政府被逼的非跟你磕什么 七十块钱的富人税 那同学想看 你自己回家自己想想 你赚一百块 要交七十块的税 你还要不要拼了 那你是不是也想说 那我也坐在家里等社会福利好了 我干嘛那么打拼啊 我赚一百块 被拿走七十块 对不对 那我坐在家里 政府说不定还发给我四十块 对不对 那一来一往 我干嘛那么拼啊 是不是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来 就是两兆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 那当然欧盟现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有些会员国就像法国 他在内部选举的压力之下 什么 他做出这种 不利于法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决定啊 那同样的也并不必然有利于牢房嘛 因为富人你给他磕这么多的税 他什么 他到别国去了 那你法国的什么 失业率不是更严重吗 那法国失业率 你做一个个人 你没有工作 你没有收入 你当然也就没有钱缴税嘛 那法国政府拿到的税收也更少啊 那他怎么编练下年度的预算啊 那法国整个国家的什么 发展也是不是也就停顿啊 对不对 所以造成法国原来和德国是共同领导欧盟的嘛 就现在谁听法国的啦 对不对 变成只听德国的啦 所以变成什么 欧洲有很多国家的老百姓就讲了 那我们两次世界大战不是白打了吗 对不对 又让德国堵墙啊 对不对 所以同样看到这整个这个发展的这个情况啊 好 今天讨论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国原意见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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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